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酱香土豆丝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去皮的土豆 先在土豆的一边切掉一小片 再朝下把它切成薄片 这样可以稳住土豆方便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它切成丝 切好之后把土豆丝放入清水里浸泡 再准备一小块胡萝卜把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丝 切好之后放入清水里和土豆一起浸泡 接下来准备一个红辣椒 对半切开再切成丝 撕斑大蒜切成蒜末 一把青葱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水烧开 放入土豆和胡萝卜丝 焯水大约4秒左右 然后把它取出来 沥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热油 放入蒜末爆香 爆香之后加入一勺豆浆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使用老字号鲜泥排的豆浆 煮法简单容易更美味 他们家的豆浆色泽均匀 咸香味独特 是烹饪最好的帮手 接下来放入土豆和胡萝卜丝 再放入辣椒丝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土豆丝上色 最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再放入葱花 快速地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酱香土豆丝 就做好啦 酱香土豆丝这样做 脆爽入味 营养开胃又下饭 做法真的是太简单了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